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整个股市的一个很大一段的升幅在下半年表现出来的一个涨幅 对于2010年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比较向好的一个预期战在这之内 整个2009年的股市它的表现呢 说明整个投资者对2010年的经济复苏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 那从2010年的股市的开始的阶段来看 暂时来说从技术走势来说 寒森指数在22000点左右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压力 那在基本面上来看现实的情况 在经济复苏未有明朗的情况下 适应率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所以来说现在的寒森指数的水位还是相当高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在市场上的作用还是非常的强大 在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主要是游离于各些不同的板块之中 可能在2010年初的话 还会出现在资金炒作一些2009年比较落后的一些板块 比如说现在刚刚启动的一些石油股的一个板块 或者是整个09年在美国比较表现的最好的一个科技股的板块 那可能在香港股市上面也会有所怀疑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